尽管只有一位学生 黄祖顺不减教学热忱 准备完整的上课计划 让孩子在游戏互动中学习 这天上课的主题是 马来西亚过新年 他给孩子看了贺岁影片 代表黄金的橘子 年饼肉干及红包 比较了台湾跟马来西亚 农历过新年的差异 我们在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 然后用这个来包鸭水也叫青包 因为青包是他们的什么 吉祥的颜色 那这个是哪个 这叫马来西亚叫什么 红色叫什么 Mera Mera的华人用 诶 请问这个紫色 是哪个种族用的 对 对耶 你用过关的 二年级的曾云熙 妈妈是马来西亚华侨 爸爸台湾人 她希望回马来西亚时 能够跟亲戚们说马来话 跟黄老师学马来语 已经第二年了 龙年在哪里 哪个 你爸爸是熟什么的 非常好 我去做这个不是因为钱的关系 而是什么 是一股热情 一种向往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能够当儿童美女老师 现在又能够推广新住民的语言 然后分享 告诉人家说我是来自马来西亚 那何乐不为呢 也是新住民多元文化人 才培训讲师的黄祖顺 经常在校园里或者新住民活动中 透过拿手的美食 跟大家说马来文化的故事 我都会跟人家讲这一道 我家乡的食物叫什么 辣死你妈 它不是骂人的话 它是野浆饭 在马来文叫米饭 是野浆 所以就把这两个字集合在一起 叫辣死你妈 听起来 是不是跟辣死你妈 很容易就把它记起来了 1992年来到台湾念书的黄祖顺 在这里成家立业 落地生根32年 专业美语老师斜杠文化推手 黄祖顺开玩笑地说 这就是他精彩丰富的人生 也是上帝的恩典 有人问我说 你喜欢晴天 雨天 阴天中的哪一天 我可以很笃定地回答说 都不是 只要我现在的每一天 都是最好的一天 所以很感谢他对于 我们的照顾 跟对于这个家的努力付出